这就是我们小学课本里学的捞铁牛 唐朝铸造 历经千年顶级国宝 每一个都重达七十余吨 创造了世界古代研铁史上的奇迹 但是你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吗 这里是山西永济 我身后就是古代非常有名的普京都 是连接山西与陕基的重要通道 原本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制富桥 开岸年间 唐玄曾下令升级了富桥 在这里铸造了铁牛 铁人以及铁山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使命 就是牢牢的拉紧扶桥上的铁锁 以起到稳定加固扶桥的作用 为什么会把它们造成水牛状呢 这里面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牛属土 土壳水 古代百姓希望这些水牛能够镇住水患 祈求达到海岸和清的目的 与铁牛同时出土的还有四个铁人 它们姿态各异 但是从浮世上我们可以辨别出来 西北是维吾尔族 东北是蒙古族 西南是藏族同胞 而我身旁这个铁人 五光端庄 姿态轻调 这就是典型的东方美人 你看他穿的是V字领 衣服则是世界上最早的燕尾服 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 这就表明了咱们中国是多民族 多文化的一个包容性的国家 咱们中国文化才是YYDR字 为我们中国文化点一个赞吧 要有文化自信 这些大铁牛就是很好的体现